主委 你本的良心啊 你不要政治考慮 主委 你不要政治考慮 主委 你就回到你的公司法跟證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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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一個問題 再次那個問題 6月14號到12號之前怎麼辦 所以我的法律見解就是說 在交易人 任用條例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 他沒有取得太大的政治同意 他重視當選了胡董 他仍然不應該執行圖董事務 所以他這個時候不應該參與董事會的決議 好!對!太好了! 你給我解釋 當然教委不履行合法履行事務 他就不要參與董事會的決議 因為董事會的任務就是 參與董事會決議開會投票 決議 教委以後 教委要不要去履行事務 那人家告他 他沒有履行 鄭家華的董事務 那他 他怎麼答出來 他應該就在這個之前 如果有得到台大的正式同意 他當然就可以去當選 他在後面 你沒有 你沒有聽到昨天 科技部長是良機 台大就是這樣幹耶 我不知道台大是不是 台大就是這樣幹耶 我是認為 如果教育人員的任用條例 有這樣的明確的規定 應該就要取得台大的正式的同意 才能夠去履見 他的董事的一個職責 謝謝